秦桥姐 我求求你放过我 放过这些事情短话 我再也不就常明称了 晨妍 我警告给你 可是你不当一回事了 你一次次挑战我的事情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晨妍 在你做上这些事情之前 你没有考虑做会有今天吗 秦桥姐 你答应有答量 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这几天 我一直在想个事 这几天在你对的做法上的事情 你背后有张目的 是林轩 是林轩让我这么做的 她和林轩娶了你 就会找我谋画这些事 想让你看见 然后 恐怕还不是这么简单吧 你还不说实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 其实林轩还想趁林轩昏迷的时候 让林轩好的记者冲进来 来报道林轩出轨 这样林轩就彻底是办理练了 你怎么让我相信说的是尊重的 我有证据 陈娘 我可以放你 不过 我们之间 要做一场交易 林先生真是贵人观望事 把我说过的话 不忘了 秦桥姐 你说的 我还有点听不懂吧 林先生是个通义人 有些是啊 手脚都可以做的菜 不代表不太有钱 我说过 谁要敢动我一程一个手组 绝对不会倒 他还给钱上来的车宝案 都能够他这么好 可别到最后 就来拿水给你成功啊 是与你来关 你真以为林轩才喜欢你 他不会是看出有钱人家的钱吧 一少男生为言总听了 我比你更了解 放弃 你们先管好自己的事 连到时候拿你石头砸自己的钱 哦 对了 秦小姐 我给林轩准备了一份礼物 就当是表达我的歉意了 请您一定要宠告给她 你是个疯的 我请告你 你只好给我耍花样 否则 想信别人是谁 秦小姐都这么说了 哪儿敢呀